1.72的自責分率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連續35局沒有掉 分數 這是非常難得的那個紀錄 在PORO這個日本職棒二軍 那個西區聯盟的一個紀錄 投出來的第一球 就把速度上就飆出來了 不過是個壞球 面對左打的開路先鋒 BONIN FASIO 那這場比賽呢 已經正式開始 這一球進到了好球袋 對 第一棒的打者往往對於 不太熟悉的投手 當然會多看幾個球 BONIN FASIO 他是個左右開攻的打者 在第一場比賽 又靠失誤 又靠保送 都有上了 而且今年有40次的倒壘成功 所以千萬不能讓他上到壘包 再來一個好球 真的還等了滿多球的 繼續在觀察這個鄭凱文的球路 BONIN FASIO BONIN FASIO BONIN FASIO 這球打出去 不過呢 界外 球數呢 形成了兩個好球 一個壞球 對 即使是三壘邊線的滾地 三壘手如果說守得太深 這個球打得軟弱 很可能變成內野安打 因為今天他面對右投手 幫FASIO用左手打擊 跑起一來來是更順暢 這球走外側 沒有進到好球帶 在等待了一球 兩好球 兩壞球 那今天跟他搭配的補手是陽冠威爾 這兩天陳俊秀都是做DH 這一球走內角的變化球 掉到了BONIN FASIO 揮棒落空 一開始呢 鄭凱文呢 就給了這個美國大聯盟的球星們 一個下馬位啊 非常漂亮的一個 看起來是個掌心的變速球 所以一開始全部都是外角的速球 突然來一個內角的變化球 就造成了搭著的一個迷惑 因此得到了一個揮棒落空三陣的效果 中華隊呢 這個前一場的這個先發呢 王耀玲呢 已經讓這個 美國職棒的球星們開眼界了 這一次呢 看看鎮凱文能不能夠呢 接續這一些 中華隊投手們的好表現 哇 這球打得很強勁 是一支安打 果然 就來自陽基隊 今年狀況霹靂好了 又是打點王 又是球隊全聯打最多的Granderson 其實接下來投球還是要再仔細一點 對 連續兩場比賽 事實上 Granderson都有打點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尤其在第一場那個 滿冠前的打 大家還記憶非常深刻 那這個球員是一開始 就抓了一個投到中間來的球 能夠打得結實變得難打 提出局 一壘像呢 有Granderson再來打擊 要輪到呢 人氣非常旺的Robinson Cannon 剛剛不是有提到 要小心他 因為最近兩個打數都是安打 而且還很遠的安打 對 今天賽前的打擊練習 他跟Michael Moss兩個人是 好像是表演秀一樣的 Michael Moss又打不斷地打 中間400英尺牆外的全力打 那他都是把球拉回來打 右外野 都是由他的這個父親阿Q來做 來做這個練頭的投手 第一球完全好像沒有揮棒的意圖 哇 原本可能會擔心 因為其實今天 每天的下午啊 這個Canon因為人氣旺 都有安排很多的活動給他 事實上從早上就開始 對 包括晚上還要去逛夜市等等 我真的精力旺盛 哈哈哈哈 鄭凱文這樣打出去 落地又是一支安打 哇 果然陽機雙心啊 其實不要說精力旺盛 不但旺盛 這個打球的本分也不會差 連續兩支安打 讓鄭凱文呢 見識到了這個大檸檬的功力 而且兩個安打都完全不同點心 這個球走外角 他用推打的方式 所以Canon可以看得出來 他雖然有長打能力 但他並不強球 這個球如果你要硬拉回來 很可能變內野的滾力 還雙殺打 所以走相反方向 平飛出去 反而變成一個安打 那再來要輪到了 台灣球迷 越來越熟悉的Michael Moss 今天擔任第四棒 不過昨天的四個打數 還沒有安打出現 打第一球界外 對 前面的直球被 這個Canon走相反方向打了 安打 現在改 改配一個變化球 那Michael Moss呢 這一次呢 也是親身到了台灣之後 才知道王建民 有多麼樣的 受歡迎 連帶呢 讓他的人氣在台灣呢 也直線上升啊 所以他也非常的喜愛台灣的球迷 對他的支持跟招待 這一球打出去 傳越岩的邊線 插破壁的一局安打 這樣子美國職棒明星隊要得分了 一路滾到拳打牆邊 換一手趕快回傳回來 Branderson呢可以輕鬆地回到本來 先持得點 哇一口氣連續三隻安打出現 所以正台灣雖然一開始面對第一棒 投了一個漂亮的三隻 但接連被打三隻安打 這個安打而且還是個二雷安打 沿著一壘邊線啊 穿得出去 這個球也是投到了中間 腰帶附近啊 偏高的位置 所以也是因為被打得結實 所以才在心存安打 所以這個Location這個進了一點 現在是正台雲最大的一個問題 大家要輪到的是第五棒的 功夫熊貓 Sanderval Sanderval呢昨天有兩隻安打 曾凱文 二三壘得點圈有跑者 第一球就打 結果打到了二壘的管區 穩穩地傳一壘啊 讓Canon呢能夠回來得分 也有一分打點了 Sanderval這個右邊方向的滾 因為內的方向圈並沒有縮小 所以二雷十五只有選擇傳一壘 完全沒有機會傳回本壘 所以使得大聯盟的明星隊再添一分 在一局的上半呢 正凱文呢三隻安打呢 就讓他受到傷害 而且其實還要注意啊 因為 剛剛的這一個內野的出局呢 讓Michael Moss又推進了一個壘包 所以其實三壘上還是有失分的危機啊 再來打交輪到的是Ryan Roberts 第一球偏高是個壞球 1988年次的鄭海文 今年才23歲 這球是個好球 壓在比較低的位置 正凱文的赴日之後呢 也比較難代表中華隊出賽 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啊 這個88水災的關係啊 有參加過表演賽 這一球變化球揮棒落空 對這幾球就壓得夠低 而且進了一點就比較理想 而且改變那個球速 完全掉到了打者Roberts 球速呢 正凱文領先 三壘上呢 有擊出安打 然後 靠隊友推薦上壘的Michael Moss 誰就走外側 站著不動 主審拉攻 三陣出局 結束了一局上半 美國職棒明星對著進攻 三隻安打得到兩分 2比0領先中華隊